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炸鸡 烤肉 韩国部队火锅 日本受洗烧 不行的话 再来啤酒烤串也行 最后再来两个被耳朵原味泡出就可以了 你一次要吃那么多 我就随便吧 我一大丁 我还以为这位工资又好大 好 请坐 欢迎二位 光临别移南餐厅 这是我们菜单 请看 我们这家餐厅挺有意思的啊 是的 两位 我们这家餐厅是一家离婚主题餐厅 许多夫妻在刚刚办理完离婚手续之后 会来这里体验一下最后的晚餐 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都充满着悲伤 我们这里的卓冰林会给你带来快乐 还有这些飞机 代表着两个人即将展开各自新的旅程 我们还有五种告别讨餐 有蓝玫瑰 白玫瑰 粉玫瑰 绿玫瑰 还有五彩玫瑰 是顶级VIP套餐 看来二位是刚刚办完离婚手续办 二位准备选择哪种套餐的 不是 我们俩 我 我 对不起啊 姓月姐 要不然我们换家餐厅吧 好吗 不用 我真的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这个样子 当然了 我也能理解 你现在的心情呢 就跟刚刚离婚婚差不多 所以啊 正好硬件了 试试吧 那也行 呃 我们来一个蓝玫瑰 好的 请稍等 谢谢 所以呢 嗯 好 很 好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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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这个关于爱情啊 可以用三个字来 你三个 你别说了 姓鲁 你要是不想听的话呢 那就说明你心里还放不下它 你还没有忘记过去 行 那你说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关于爱情的过程呢 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 我爱你 我恨你 对不起 你说说你 你这不话挺多的吧 你怎么一见到姚天璐 什么都说不出来 现在的主题是你 你怎么又扯到姚天璐山上了 你说你这么想结婚吗 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怎么说放弃就放弃了 或者 你们都看见了 那 你不难受吗 难受啊 但我就给了自己两天时间 问过自己吗 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尽力 尽力 那这件事情 你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没有 所以 我就介绍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后面的好日子还等着我呢 这句话说得好 来 后面的好日子还等着你 我吃饭吧 我吃饭的 对 我吃饭的 我吃饭的 你不吃饭的 试补 我吃饭的 我吃饭的 我吃药的 你不吃饭的 也不用用 就你 吃 我吃骨喝的 我吃饭的 好 我今天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之前那个WiFi方案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咱们那个WiFi发射器安的位置不对 位置 怎么跟你们解释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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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这是 给你们演示一遍啊 你看啊 这个啊 这就是我们的乘客 这个呢是我们的站台 这个就是列车 我们之前把这个 那个WiFi发射器安在那儿 安在站台上 列车上没有 乘客们往这一堆造成了拥堵 所以咱们那才失败的对不对 我们如果把这个WiFi安在这个列车上 列车上有WiFi的话 上网就上上去了 就不会拥堵了 问题解决了 那个你们明白我说这意思吗 不明白 我妈说有什么牧民有卖的 我这么臭 但是问题 这个是个大工程 好像这事得通过唐文轩 唐文轩可是你情敌哦 相信他把你的方案给 你 笑着 他可以否定我的人 但是不可以否定我的方案 你看着吧 我一定会说服他们 你买劲 她的老婆 我来说服他们 你可否判来 你不可以吗 我来说服他们 你不可以吗 我来说服他们 这次的方案修改过后 想法很周到 我认为是可行的 看一下 你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到了黄河我也不死心 那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回头我就不是丁湘雨 唐文轩 注意你的态度 你好像 整治站在他那边 我是在提醒你们 我们谈的是方案 不要东拉西扯的 扯到私人的问题上 我没有说私人问题啊 是你想到私人问题了吧 说私人问题我也不怕 我就是喜欢他 这里是办公室 我们可不可以谈工作 你真的不爱听吗 你真的不爱听吗 他喜欢你 你干吗 阴阳怪气的 你演戏啊 生活有的时候是需要演戏啊 而且需要练千百次 才能换回一次成功 小伙子啊 回去好好练吧 你的生活都是在演戏吗 你 你的生活都是在演戏吗 人有的时候是需要演戏啊 那我做不到的 太虚伪了 太虚伪了 那是因为你太幼稚了 把冰冰有礼当作虚伪 把进退有度当作虚伪 等你长大了 再来找你的女神吧 你无聊 我无聊 好 我无聊 方案的事情 我已经说完了 否定 你脑子怎么转那么快 才几分钟你就把我方案给否定了 难道你的方案不是你几分钟想出来的吗 我那是突然之间有的灵感 我突然之间有的灵感 你看一下 这是胡思乱想一想天开你知道吗 唐主任 我前段时间读到一段话 我想送给你 行 行 我洗耳共听 听他讲 那段话是说 做事情 要掌握三个原则 我先走 前两个原则是 团结能人做大事 团结好人做实事 这第三个原则是 团结坏人不坏事 所以我 行了啊 我也送你一碗兴力鸡汤 做成一件事情 首先要以自己行 第二 要有人说你行 而且 说你行的人也得行 听懂了吗 可我没听懂 再说一遍 行了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 秦总 我会把你的建议 汇报给你的领导 让他们来评判一下 一个战务员 该不该管这些事情 老板 评划 我也帮不了你 这个方案必须他通过 他汇报给谁我都不怕 可你没必要找这个麻烦 我就是不怕麻烦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 丁小义 你已经好几次到公司里胡搅蛮缠了 我已经忍我可忍了 请站长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刚才好像有个小飞虫 飞到我眼睛里了 你帮我撤一下 右眼 进去 还有还有在这儿 快快快 好点吗 好多了 谢谢啊 你回味吧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小飞虫 飞什么虫 对我忍不可忍 忍什么忍 对 喂 秦站长 我命令你 处分丁小义 从现在起 丁小义只负责打扫卫生间 尤其是卫生间 我这个想表达的就是这一个意思 是吧 那个意思听明白了 但能不能别让他去打扫卫生间 怎么了 孔子不是说过吗 欲不拙不成器 不学不知道 他还年轻 能不能原谅他 说得好啊 孔子说得太好 那你呢 就把他当成欲 然后慢慢地拙 好吧 张站长 网上有句话说得好 人生因为激情而点人 人生因为奋斗而前进 你给我打住吧 你还跳起来了 你们两个 一块儿打扫卫生间 我自己去 等他 去什么去 第二个 请看 让人当 terme 去男性 我是陳卡甫的 大王叫我来寻山 我把人间转一转 那是我 神经允啊 부� thứ 好像是非问我 不过今天你说的那些话 确实挺不错的 人生因为激情而燃烧 人生因为拼搏而前进 我真说得对付他了 你不是 那挺有道理的 其实我真有点想辞职 你怎么又提辞职啊 我跟你说 你现在辞职的话 你就彻底输了 你知道吗 我有什么可说的 我选择这份工作 本来就是为了 跟我爸一起 在旁边的工作宇宙 给你看看 我们的工作宇宙 今天 renewal еть件事 我 championship 我 比如说 聞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礼物都是我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 有包 项链 戒指 镶索 都是送给你的 我给你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您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您 不是 怎么可能啊 你不是晨晨调不定样语吗 您可能真的认错人了 真的不认识您 别闹了 怎么可能 可能是您的记忆发生什么偏差了 反正我不是您要找的人 麻烦您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谢谢先生 先生 先生 人都说了 他不是您要找的人 那您就是真认错人了 您配合一下 我们还得工作呢 把东西拿走 离开这儿行吗 不好意思啊 是 程哲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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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挺忙的 别耽误我们行不行 我们工作呢 程哲 您干什么呀 我在寻找我的爱情 你的爱情不在这儿 你的爱情在哪儿 你去哪儿找 它不在这儿 你就别在这儿闹 行不行 如果一个人 连爱情都没有了 人生都不是完整的 如果遇到爱情 不过痛苦的话 爱情不会深刻的 沈沈 我的爱情很痛苦 当然 我也很快乐 有了你以后 我的人生 都变得升华了 原来 你有这么多的爱情和痛苦 把爱情投资给一个人 那是冒险 把爱情投资给很多人 那是危险 大姐 你说这句话 好有道理啊 大姐一看就被骗过 骗你 骗我的人就是她 好啊你 什么呀 跟我在国外等那么久 我说你偷偷摸摸 买那么多的包和化妆品 你说你给你表妹的 原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表妹啊 不是的 不是的 表妹可真多呀 赶紧给我拿上所有的东西 给我走 挖老娘那么多钱 还不听话 偷偷摸摸照顾这个女的 没了解 没了解 太急 你都忘了 当初来北京的时候 你有什么呀 你吃的什么 你穿的什么 谁给你买的房子 谁给你买的车 我对你那么好 我那么喜欢你 我什么都给你了 你还要什么呀 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她 对不起 我 single 我只要她 你了 加雨 西鲫 小雨 超雨 超雨 你要我儿าน myself 进场吧 你说万一那人他在跟着我 怎么办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求是人机做稳妇啊 我能让你和服务博士拳门 爸爸呢 爸爸在那儿呢 能去吧 来 来 把书博放下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 为什么约我出来吃饭 妈妈肚子饿了呗 想跟你聊一下 WiFi方案的事情 我做了个规划 我认为丁小宇的方案是可行的 你看一下 方案的事待会儿再说 咱们先吃饭吧 我要吃蛋塔 菠萝奶黄包 莲蓉包 奶游戏多事 你有那么饿吗 你还想吃什么 说 你还想吃什么 你们两个离婚了真好 为什么呀 你和爸爸对我都更好了 我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服务员 先生 你好 点菜 你一会儿想去哪儿啊 我们去超阳公园玩吧 好不好 就知道吗 我的方案你抽空看一下吧 那你发到我邮箱里 好 我做得挺详细的 有二十多页 相信你会同意 相信你会同意 我相信你会同意 秦秦 我跟妈妈说几书吧 嗯 好 我相信你的能力 可是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咱们复婚吧 我发誓 如果你给我复婚 我一定好好对你 这个礼拜 我带着孩子 你正好有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想法 走吧 你看我又被爸爸快递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盛了你的垃圾桶了 天天有这样的垃圾吃你就知足吧 你现在手艺也只能服务我了 那样不好吗 你看我这样反而轻松了 其实生活挺简单的 是感情把它弄复杂了 我决定要跟唐文轩复婚了 复婚对大家都好 这么重要的事情再想想吧 别太草率了 唐文轩跟我发了事 她说以后会好好对我 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你看看这事闹的 丁湘宇要是知道了 非爬上电视塔 从上面跳下来不可 她想法太简单 而且十分冲动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看还是一个人简单 在丁湾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 您通过我的方案了 你坐吧 我不坐了 你就说什么时候可以试试 您的方案我采纳了 但是还有很多细节方面 我需要继续论证和完善 没问题 那现在可以试试吗 你放心 我会抓紧时间 把方案做出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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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不客气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我还要回去上班呢 再见 等等 我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还有好消息 晓琳 你告诉我 什么好消息啊 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件坏消息 唐文轩 这里是办公室 你一定要在这里说吗 你不说 你不说 那我跟她说了啊 我和晓琳要复婚了 我和晓琳要复婚了 大缠继 我和晓琳要复婚了 我和晓琳要复婚了 我和晓琳有个简单 那么就让她去吧 对我来传扮了 你来帮她 你这段时间 对我来自民盟 市有可能 他们的主愍 你动手 在这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你 等一下 那个 你们要不先撤吧 他们有话说 快快快 没什么可说的 等等 好 WiFi方案已经报上去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谢谢 丁湘云 你这么早合适吗 你还有一台医养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行了 你赶紧走吧 我看看 你们为什么要哭 你们为什么要哭 是我跟他 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我们 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吧 我跟你不是朋友 我们之间不可能成为朋友 要么就是恋人 要么就是路人 你瞎激动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小刘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 好 悦悦 反正我不知道朋友 反正 你从一开始 就只是我的笑容